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在中国的武术史上占了一个席位 创设了这个截拳道 李小龙虽然短短33年 但相当传奇 由小到大来说 爸爸就在戏行里面工作 所以小时候都曾经是小路牆 拍摄过很多部电影 我似乎都比较少见到李小龙的紫微盘出现 因为李小龙这个时辰 我们找到根据一位的术家 他说这个时辰是很准确的 怎样为准确呢 他好像说是拿到第一手资料 直接是医院出来的 好了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要去证一个命盘的时候来说 一定是出生年月日时 最好在齐度 而且很准确的去看 在紫微斗数以前的 紫微斗数传书 里面也曾经提过 其实以往古人比较辛苦的 因为没有现代现在这么先进的科技 我们按两个按键来说 上下的时辰 立刻看得到 他们要用手再开过 除非记得很熟 好了 李小龙来说 是一个传奇人物 也都很受人去尊崇的 李小龙来说 死后来说 其实是带来很多不同的商业机构的一些利益 例如拍李小龙转 李小龙的纪念品 甚至乎很多学会去研究李小龙的一身 我们小时候来说 都是对李小龙一个偶像 因为李小龙来说 似乎在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一种强 尤其是他电影里面来说 都表现了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一个人 好了 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名本 其实就会看一看 为什么李小龙来说呢 他会在这个武术方面 会有这么高的成就 可以这么说 和在电影方面 我们当然会看一看他的名本 就是说 第一 他在贵尾宫 尾宫就坐天上 天上又有天月 有空亡 陀螺和地空 其实天上的人就很直率的 也是宰相之名 辅助性日也很高 但是不可以说 不可以做一个领袖人物的 而且来说 我们看到很多世间领袖人物 走到大运 或者天盘 其实都是天上坐名 要看一看整个组合 但是我们看到 李小龙这个盘来说 接着就会照了贪狼 廉征 紫薇破军 左腐右拔 有天灰 其实都有四吉星 但是呢 就有这个空劫 我们经常说 空劫这两个星来说 是将那个天盘 或者大运走的时候都好 其实呢 就破坏性都很大 大家如果学习紫薇斗数的人都会知道 地空地劫 最简单 劫走了 空了 但是它是不是完全是没作用呢 又不是的 因为如果在现代社会里面来说 空劫其实呢 就可以成为一个创造力 是相当之大的两颗星来的 譬如是写小说啦 电影的创作啦 艺术的创作等等 都会有 所以来说 空劫呢 在古代呢 有些艺术家就认为呢 空劫坐命和回命的时候来说呢 就是真导命了 有时候我们会认为 真导命是否完全不好呢 因为有些是在家修行啦 有些真是会出家的 那么李小龙这个命盘来说 就很明显地空地劫呢 在命公和财白公 即是回命的时候来说呢 就是说他的思维呢 是一个天马行空啦 做事是比较疏狂的啦 什么叫疏狂呢 疏狂就是有时候是不理别人的感受 或者是自己想做我就去做 那就形成了来说呢 他一个创造力是很大的一个人 那因为他已经是创造了截权道啦 那创造了截权道 另外来说呢 因为他大家都知道 在华盛顿大学呢 他是独自学出身的 那甚至乎我曾经呢 找过一些资料呢 他呢 就是 是 体道得经 独道得经 即是独道教的东西 和画这个八卦的 那如果有一些网友 因为我知道香港有很多些 或者海外有些网友呢 他们对李小龙的研究很多 如果因为之前呢 我曾经找过一张照片 后来呢 又不知为什么不见了呢 好像我以前有一个节目的时候 曾经讲过Be Water的时候呢 就讲过李小龙呢 曾经将这一张照片呢 是发布过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那就是说呢 李小龙的思维呢 在道方面呢 影响是比较大 从而呢 后来呢 他是读这个哲学的嘛 好了 地空地劫来说 创造力是很澎湃的 但是创造力来说呢 地空地劫呢 有一个好处 有不好处的 因为有时来说呢 有少少三分钟热度 甚至乎来说呢 会觉得自己会很累的 这样的意思 那好了 如果我们看到现代人来说呢 其实是用什么声来代表了这个武术和运动呢 其实是武曲的 那好了 三方四正我们见不到的 但是呢 我们见到福德功来说呢 有武曲化权 那武曲化权来说呢 那就是说 李小龙这个人来说呢 他对于武术 或者运动 或者跳舞呢 大家都叫他跳舞很棒啦 那种 有个化权星来说呢 就是说呢 我是一种对自己自我一种要求 是相当之高的 同时间来说呢 就是说 如果我要专注去创造一样东西的时候来说呢 他的心态上面来说呢 我们叫做什么呢 非到黄河 心不适 我要尽量去做到最好 做到来说是没有人能及的意思 因为福德功来说是武曲化权 那武曲来说呢 现代呢 我们都是用来代表了一个人呢 因为武曲呢 这一粒是动声 那动声来说 比如我见到一个厨师 武曲化禄呢 那他做寿司就做得非常之呢 后来做了老板的 那也是一个财星 那武曲来说呢 那现在来说呢 就是代表了 以往来说 古代代表了武术啦 那应该有武字在那里啦 那但是武曲很有趣 那有一个曲在那里哦 那就是说来说呢 又文又武都可以的哦 因为现在来说呢 就是说学习武术呢 要先可能呢 都会学习一些武术的一种理论啦 那所以才会有我的理解呢 就是武曲是这样的 那武曲来说呢 也都是代表了运动 如果是武曲坐命或者会命的人来说 无论化技也好 化权或者化力也好 他都是行动力是相当之强的 很喜欢动手动脚啦 很喜欢走来走去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武曲会命的时候呢 你发觉呢 哇 一出街他就放开你的手呢 就不知飙了去哪里啊 那这些是武曲的一个性格 那李小龙福德公来说呢 就是创武曲化权 那他对自己的武术来说呢 是非常之执着 非常之执意 尤其是来说呢 他是对这一样东西来说呢 是可以说呢 是埋头苦练的 那好了 那另外我们再看啦 那李小龙的性格是怎样呢 那我们见到有天相啦 天相呢就一定对公有破军的 那我们见到这个有破军啊 和这个紫微 那破军这颗星呢 就叫做破军一要性难名啦 那经常我们都会说呢 就是破军来说呢 是不依照牌路去出牌的嘛 是将一些东西先破坏了 而后去见的 那所以破军这颗星来说 是最好做什么呢 最好做拆楼 拆完楼跟着做起楼就行了啦 那幸好有紫微在这儿 紫微来说就是将这个破军的一种属性 或者他一种比较上是 不理人自我的一种性格来说呢 是比较控制得会好些 那另外来说就有左腑右背 又天灰天月啦 又四吉星是聪明 那所以李小龙来说呢 是早年来说呢 就在外国发迹 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迁移工 迁移工就是破军 紫微 左腑 右拔 再加天灰 还有天德 那所以来说呢 李小龙来说呢 他在外国 那个发展呢 是可能呢 是会比他在 即是在香港呢 会更加会好呢 那再看啦 天上星呢 其实来说呢 人都挺直率的 但是一是不发脾气 一发脾气就会很大 那甚至乎来说呢 你见到李小龙来说呢 是在电影里面呢 是表现好像一种野兽 那样尖叫的 这个呢 就是跟贪狼有关系啦 那贪狼来说呢 就是在观独宫啦 所以呢 他是将这种形式 和表现呢 就摆了在他自己的电影里面出现 那廉晶星来说呢 就是一个管理的星 这个管理的星来说呢 在观独宫来说呢 就是说 李小龙来说呢 他可能在管理能力方面 或者事业方面啊 管理得是不错 那后期来说呢 因为好似马龙国光呢 都是他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 就是一脚踢光的 李小龙来说 那个本身来说呢 那个人的creative 就是叫做创造能力 相当相当之强 另外呢 就有一颗陀螺星了 陀螺星因为渺黄 渺黄来说呢 在身体上来说呢 很容易会有 小时候的时候会出现伤痕 尤其是后部啦 可能砍伤过或者流血了 但是陀螺星和庆阳星 在命宫来说有一个特性的 如果渺黄呢 就是说呢 很专注啦 同时间来说呢 就是说呢 不不然放弃的 虽然有个地空星在里面 地空星来说我经常都说啦 还有地劫星来说呢 三分钟热度而已 就是因为加上了陀螺 就使他可能不眠不休地去转研什么呢 转研武术啦 转研武术因为后期来说呢 他好像是去练一种练手指的嘛 好像将那个力度集中了一只手指叫做什么 是不是叫做精武子 应该来说 如果我没记错 如果我说错了 希望网友就可以纠正我 所以来说呢 李小龙来说 在他自己的发展 他自己的武术和电影方面来说呢 是相当之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创造能力的 那好了 我们看有没有钱呢 其实呢 藏不藏到财呢 就要看田宅公 有太阳化绿啦 那有六星在这里来说呢 就是说 李小龙的经济条件环境呢 都不是说很差的 那另外来说呢 就要他的田宅公的官禄公来说呢 就有天同化妓 还有陆传有文曲 那就是说呢 李小龙来说呢 都有财来财去的一个现象会出现了 那另外来说呢 我们又看一下他的父母公呢 因为他的爸爸可能影响他都几大 从小到大呢 带他回去片场啊 还有会拍戏 那天同化妓来说呢 很多时候会出现有什么呢 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啊 会出现这个情况 那兄弟公来说有巨门啊 因为他短短的三十多年 三十三年的一个寿缘啊 那所以来说呢 在兄弟之间的相处的时间呢 都不是很多 巨门来说呢 在兄弟公来说呢 就是说 同兄弟姐妹呢 缘分都会比较浅的 那好了 那子女公来说呢 不见得画真是很漂亮 那但是来说 泰阴化科呢 那生女就比较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啦 他的儿子来说 因为怕电影叫乌鸦的时候呢 就意外来说呢 就被枪呢 就打中呢 就丧命的 那所以见到呢 就李小龙呢 其实你说这个盘 是不是很漂亮呢 那样 如果你用一个 术家的角度来看呢 是真是不算很漂亮 尤其是来说 那个寿源来说呢 是比较短的 但是因为它在短短的一个时间里面来说呢 是创造了 是影响了 中国 或者影响了 人类对武术的一种 呃 形式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achievement 就是很大的成就来的 那如果我们看盘来说呢 就见到呢 影响最大就是 陀螺啦 地空啦 地劫啦 还有这个武曲化拳 这四颗星 那在紫微斗数里面来说呢 其实每一颗星 在每一个工位来说呢 不一定是断一个工位 或者是那颗星的星的性质 其实在每一个名盘里面来说呢 它本身的星呢 其实都可以是包含了 是怎样去看一个人的 那这些呢 或者我们在紫微教学的时候才说呢 好了 那用了短短的时间呢 去看一看呢 最主要来说呢 就是向李小龙致敬 以及他纪念这位 这么伟大的一个武术家 那说十几分钟呢 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他的紫微盘最重点在哪里 那紫微方就说到这里了 那下个星期就再见啦 拜拜 多谢你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多些支持我们 做齐赞好 分享和留言 因为这些动作 对于频道的成长 都是相当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播 无私奉献 达致免费知识共享 绝对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同时 影片资讯栏 有主播的专业连结 和联络方法 观众可以进入网站 详细阅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